這叫蘭花藤 另外一個名字叫席葉藤 所以我們這邊可以麻煩 麻煩我們美女幫忙摸摸看 這個藤你摸摸看 摸摸看他的質感 對 你摸他的葉子摸摸看 很粗 非常粗對不對 粗得好像紗布一樣對不對 所以他另外一個名字叫席葉藤 藍花藤也叫席葉藤 那他本身的話 他這個葉子在國外 他們有那個席的那個器具 你們如果帶團出去的話 有那個席的器具在買賣的那種 那席葉藤如果說他有那個席有點暗淡 可以拿這個來抹一抹 就可以把它擦得很亮麗 好 那我們再看一下這邊 這邊這個葉子上面開開的這個 這個是叫做鐵樹 鐵樹開花的話 有一個故事是講說 蘇東坡當初被貶到江南的時候 他想要回京都 那就叫人家問說 什麼時候我可以回京都 那你就跟他講說 那你等鐵樹開花 那他問錯人了 他如果問到台灣人的話 那他明明他就回去 因為鐵樹在台灣我們是一年開次花 他問到京都的人 人家跟他講說 你等鐵樹開花 那要等多少 在北京那邊的他屬於溫代 那邊的鐵樹開花要60年 60年 所以後來蘇東坡他還死的心了 乾脆就在江南混得快樂一點 鐵樹他會結果實是像這個樣子 那由於他的胚豬 他的胚豬沒有果肉 這一個是已經把他去了一層外果皮了 他的那個外果皮的顏色 是像這位帥哥這種顏色的衣服 他是外果皮是這樣橘紅色的 那所以也有人叫鳳凰蛋 如果這樣的話好像一個鳳凰蛋 那這個是他去了外果皮的那個 裡面的木質色 那 那蘇鐵來講的話 他是屬於比較熱帶性的植物 所以在我們東式林場 每年他都會開花 那有機會你們來看的時候 你看如果中間一隻大筍子的 那個就是公的 那你看中間有一個大肉包的 這樣很漂亮的一個大肉包的 那那個就是母的 那母的他的胚豬在那個地方 他去等花粉 那他外面有一個大包子葉這樣包住 那花粉飛來以後 他如果瘦了花粉 他這個種子就會直接長大 由於他沒有穿衣服 他不像我們橘子番茄這些 橘子番茄他的種子都是有肉包住 對不對 那所以他是叫做被子植物 那像這一種的 他胚豬就是一個大包子葉包著 然後他受孕以後 他就直接把種子長大 胚豬直接長大就是一個種子 這種就叫螺子植物 所以我們在書上看 螺子植物被子植物 你背了半天 最簡單的就是 胚豬直接長大變種子 就是螺子植物 胚豬有東西包住 他是一個躲在脂肪裡面的 到時候長出來有外果肉包住 有很多東西包住的 那就是所以被子植物 像如果說釣到土裡他就會發芽 會 他自己如果是在長的時候 他旁邊也會分破 他旁邊分破出來小豬 你也可以把它挖掉 就是也會長一顆然後再長芽 你也可以把它挖下來 挖下來等於就是我們一般 一般樹木的這個擦枝 那講到擦枝的話 大家如果回去你說 什麼東西我想要擦枝 那剪一截樹枝的時候 你要把下面剪斜口 上面剪平口 上面剪平口的話 它水分的散失比較慢 下面剪斜口 它會吸收水分比較快 那擦枝千萬不要說擦枝 顧名思義就這樣擦進去 你這樣擦進去的話 這個地方磨壞了以後 它會產生愈合作用把它包起來 它就不會再反 不會長根 那擦枝是要把這個剪斜口 讓它這個斜口的傷口地方 會去吸收水分 吸收水分以後 它會覺得說我這個有生長點 它就會長根出來 所以說斜面要往 下面要斜面 下面要剪斜面 上面要剪平面 剪平面它的面積最小 它散發水分最少 然後把泥土剝開以後 把這支樹枝放進去 再把土壓好 這樣才是標準的擦枝 你如果拿著這樣搓下去 你會發現 奇怪 大哥 您擦枝都會活 為什麼我擦枝擦不活 原因就是 我把它傷口磨壞了 嗯 齁